这是第十六课第一个dialogue的生字 第一个我们讲跟 跟有三个用法 第一个是conjunction 第二个它可以是名词 第三个它可以是动词 它当conjunction的时候 它的意思是end 就和和和是一样的 像这里的第一个句子 我跟他是好朋友 我跟他一起上学跟 第二个它的意思是heal的意思 这个是跟 这个跟很高 叫高跟鞋 high heel shoes 高跟鞋 这个是now 第二个跟 第三个呢是follow的意思 don't follow me 不要跟着我 don't follow me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这 later on 不要跟着我 第一个跟 第二个同 我们以前学过是同学 同的意思就是sam or together in common 都叫做同 同一天 same day 我们的生日是同一天 我跟他是同班 同学 同班 we are in the same class 同学 we learn together so 同学的意思就是classmate 第三个很快复习一下 学习 练习 练习 复习 和预习 好 这是他们的simplified character 在这个地方 学了生字以后 要常常复习 otherwise 要不然 very fast 很快 就忘记了 you forget so 老师教完了第16课 我们要预习第17课 第四个 帮助 or 帮忙 帮助 他可以是verb 他做verb的时候 后面一定要有一个object 请你帮助他好吗 could you help him or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帮助你 I cannot help you 我不能帮助你 没有办法 there's no way that I can help you 他如果是一个名词的话 我们的帮助 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is very helpful to us to help other people 所以他如果是名词的话 他有的时候 sometimes still need an object like this 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the measure word for measure word for for this he's very happy thing times to do business matter 都是事 他的measure word 是 是 是一件 是一件 to help others is a very happy thing 帮助别人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如果你用的是帮忙 那么就不需要 有一个object在后面 我想请你 如果是帮的话 就需要 need an object 帮 要一个object 帮忙 不要 所以 在这里说 请你帮我 一个忙 again favor 他的measure word 帮我一个忙 do me a favor 谢谢你帮了我 一个大忙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doing me a big favor 大忙 有什么 要我帮忙的吗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help you 有什么是我 可以帮忙的吗 这个是 帮助 帮忙 第五个 印象 印象 是impression 第一个印象 the first impression 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 这个sentence pattern 是对什么什么 的印象很好 我对什么什么 有印象 我对他的印象很好 我对他的印象很不好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很好 我对美国的第一印象很好 所以对后面 所以对后面 对后面 可以是人 可以是地方 可以是国家 的印象 然后是adjective 然后是adjective 好 还是不好 或者我对他没有好印象 我对他没有印象 我对他没有印象 to become 他以前是我的好朋友 现在成了我的女朋友 他以前是我的学生 现在成了我的老师 第七个 周末 weekend 这个已经学过很多次了 我们讲 周 是week 还有什么呢 星期 或者是礼拜 星期和礼拜 他们的measure word 都是个 但是 周 没有measure word 你说一周 两周 三周 四周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所以周 不需要用measure word 星期一 就是礼拜一 也就是周一 monday 星期二 星期三 礼拜二 礼拜三 周二 周三 只有一个不一样 sunday 你可以说星期天 演 演 to show to show to perform 上演 你知道这个电影 什么时候 open 什么时候上演 begin to perform begin to show in the theater 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 这家电影院 这个周末 演什么吗 这家电影院 这个周末 演spiderman 2 演员 我们以前说过这个员 是人的意思 图书馆员 售货员 librarian 图书馆员 或者是salesperson 售货员 或者是waiter waitress 服务员 现在演员 是这个person to perform 是performer 演员 男演员 actor 女演员 actress 这个是演 和演员 要记得 这个verb 上演 to show begin to show in the theater 叫做演